我们这边是越来越温馨了 因为啊 他要来了 对 他天生失明 但是他有天赋一禀的天分 是的 他听到任何的乐章呢 马上就可以弹出来 他的情意无师自通 他的音乐呢 令人心动 他就是柳亦恩 掌声有请 精彩的表演马上登场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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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烦你 麻烦你帮我们翻译一下 焦哥好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听尼亚的声音 马上来请她跟大家问好一下 也云啊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雲妮 你好 你好 太好了 耶雲 我想問她一下 像剛剛這首貝多芬月光縱名曲 她大概練習多久 或者是說 她大概什麼時候開始學鋼琴呢 我們都一定 大家都很好奇呢 耶雲啊 剛才那首歌 你怎麼練習了多少 兩次練習了 剛剛那首歌 她其實練了兩個月 是 對 特別為了今天晚上掌聲 再鼓勵一下 謝謝你 謝謝 好的 那當然我們也想知道說 她好像也來過新加坡對不對 那可愛的依顏 對新加坡的印象是什麼 跟我們分享一下 耶雲啊 新加坡喜歡嗎 什麼喜歡嗎 說了很多 是… 麗妮 麻煩你了 然後她對新加坡印象很深刻 因為就在這幾天 她去了那個玩具的商店 OK 然後她也玩了遊戲機 是 還中獎 然後昨天彩排又很巧地碰到聖誕老公公 還給她送了禮物 好開心喔 也吃了好吃的 所以她說非常好玩 是 肯定她非常非常愛新加坡 謝謝你喔 好 今天呢 我們這個媽媽也在現場 有請鳳姐 是 沒錯 小藝人真的是非常可愛 她年紀只有小小的七歲而已 在後台很多藝人朋友 真的都非常喜歡她 所以我們想要問媽媽 她 伊恩是幾歲開始會彈鋼琴的 媽媽她說的就是 其實她在伊恩很小的時候 一個月的時候呢 就領養了她 然後兩歲的時候呢 就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 伊恩其實有這個天賦的才藝 聽了一次曲 就會很自然地在鋼琴上面彈出來 所以媽媽也覺得 這是上天賜給伊恩的一個 非常好的禮物跟才藝 哇 真的是好偉大的父母 先給他們掌聲好不好 非常的偉大 那麼剛才我們聽伊恩講說啊 她那一首歌她練了兩個月 現在她說的是小天才 她這首歌是不是聽了一遍就會了 就是 對 教授給她聽了一遍 聽了一遍就一直聽了 她就一直聽了一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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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神奇的就是剛才媽媽說 其實伊恩並沒有音樂老師 她就是歌曲聽多了 她自然而然的就會在琴上面彈奏出來 哇 了不起 太厲害了 你們是小天才 對 真的是天才兒童耶 所以只要他們經過一些指導或幫助 他們都可以發揮潛能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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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